前BA球星魔兽霍华德来台湾打球 除了要进行训练行程 也四处趴趴走 但是他不管是身处大卖场 或者是去夜市大吃美食 都没有全程佩戴口罩 引发质疑 说难道外籍球星有豁免权吗 对此指挥官王碧盛就回应了 如果是在拍摄 照相 主持等情境之下 目前的规定是可以暂时的拿下口罩 会再去了解状况 必要的时候将会请球团通知 轻松跳起 飞升灌篮 大兽爆扣技巧 魔兽霍华德在摄取媒体分享 首度跟云豹队友合体练球的画面 精湛球技让胡人队传奇球星 ONIR也转发这段影片相挺 更让台湾网友直呼 霍华德根本不同次元来的 很明显魔兽完全规格外 我非常幸运地在这些人 我们每天都会继续得更好 每天都会带出力量 所以如果我们带出力量 我需要所有粉丝 支持台湾羊羊 带出力量 或许多我会带出鸡鸡鸡 哈 魔兽展现亲和力向粉丝喊话 刮起魔兽旋风 但也出现争议 哈啰 欢迎来台湾 在他10号抵台当天热情挥手 露出亲切笑容 但霍华德跟随行人员 一路上都没戴口罩 反观身旁空姐口罩戴紧紧 形成强烈对比 14号晚间他现身桃园夜市 品尝各式小吃 全程逛大街玩游戏也通通没戴口罩 但身旁却近距离围绕大批粉丝跟随户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引发外界双标质疑 难道外籍球星就不必遵守防疫规定 如果是他是在这个拍摄 照相或者是这个主持 这一类的活动 暂时拿下口罩没有问题 超出这个范围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建议他戴口罩 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是否要对魔兽开罚 指挥官网必胜承诺会去了解状况 必要时会通知球团遵守防疫规定 谢谢您刚二弟 谢谢大家